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快接近上午11点了 这会儿距离这位18届全明星球员到达球馆程序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早早来球馆训练也是这位名人堂球员 20年职业生涯的一大特点 当科比看着这个地方时 他接见了球队放在全场上的投篮机 然后转身离开入口走廊 走进球队的30座的豪华电影媒体室 大家都知道科比开玩笑输过 每个人都看过他的羡慕演出 他明确表示不会宣布付出 自从两年前离开联盟后 这个老胡人一直致力于自己装起步的生意 并投资创办了不少企业 他还是一家市值超过1亿美金主营新闻报道了的合资企业的股东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科比致力于创办一个性能驱动 行着申请护理品牌Art of Sport 这就把他带回了这个嘉义班的胡人训练馆 科比帮助现在的合作伙伴 住去公司的上市典礼 出席的有CEO马蒂亚斯梅特涅和企业家乌莱恩里 这个新品牌主要提供出臭技 沐浴露和防晒霜 用科比独到的洞察力 去帮他们找到能赚大钱的职务 配方 在筛选潜在合作伙伴的过程中 科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明了一种三段式的方法 来帮助他决定投资哪些项目或产品 首先证明概念的正确性 在采纳他 最后执行 通过这个过程 Art of Sport 会立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勇往直前 慢着 没人做这个 科比笑谈 然后 就是 我能给这个产品做贡献吗 我随后拿下的会是这个产品吗 我能理解并优化它的形式或风格吗 在科比和马蒂亚斯的第一次交流中 信心的科比就发现在这个市值140亿的身体护理产业里 绝大多数传统品牌产品都依赖老旧的配方 比如除臭剂和肥皱 一直以来只是用运动标签 去升级包装来吸引运动员购买 他们俩准备弄点型花样 一起发行一款马蒂亚斯 口中的为运动而生的品牌 当你创建新品牌时 确保引用的故事 却立在感情色彩 以及知优的态度 都得和与产品联系起来并产生共鸣 科比说到 早在科比的球员生涯里 他就分别在长期和短期投资里获得了成功 他首次投资是在2014投了Body Armor 600万美金 当时该公司才创办了三年 然而现在Body Armor的市值已超过2亿美元 据ESPN的达伦罗维尔说 在可口可乐最近收购少数股权后 该公司的股值会大幅增长 科比的制片公司Granity Studios 在今年科比的动画短片首秀 亲爱的篮球 便夺得了奥斯卡甲 科比希望在Art of Sport的投资中 也许得那样的成功 运动员对商业越来越感兴趣 他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一只球鞋合同了 科比说到 他们在生意领域中的水平整体得到了提高 变得更加精明 也想了解更多关于公司架构的信息 并在加入的第一天 就成为公司一份子 这对于传统体育来讲 是一个大转变 然而科比只是这个模式的创始人之一 NBA上赛系 MVP詹姆斯哈登 MLB全明星球员哈维尔贝兹 NFL明星球员朱朱 史密斯以及一系列的运动员 都是AOS的品牌合作伙伴 他们的团队照片都晒 在了各自的社交媒体主页上 当我们和科比进入研发期后 我们决定建立一支 由各个领域最伟大的运动员组成的队伍 梅特聂说道 这支多氧化的球队能为我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多种可能 他们早先针对全局的谈话 抓住于科比职业生涯 你的方法和他对技术的奉献 还有一些潜在的产品 帮助科比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力恢复尽力 当你特聂和科比走得更近 并在商量优化产品类型和系列产品时 科比依靠自己获得最有力的支持来源 那和科比系列中学到的东西 他希望将故事和塑造的元素融入其中 这是他签名写多年来备受瞩目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知道我们写的生产理念 那么你就知道我们命名过程中的思路 比如如何百满把精神和故事联系起来 将顾客不仅仅从我们的产品上获得身体享受 还从我们产品的名字得到激励于鼓舞 他说不要紧依赖于传统产业的角度 什么新潮呀 酷呀 科比个人列出了三条发展新品牌的要素 技生 挑战和竞争 他做事倾尽全力 你的性格对球场生涯 包住很大 也为人生下一篇章的商业生涯注入新动力 不管你是效力 与一支篮球队 还是在参加公司的一场会议 你始终是在和人打交道 并要管理好你的感情和恐惧 他补充道 规矩不一样 内在挑战还是一样的 科比在现有的基础上 又投资了一个品牌 他对洛杉矶的Ord of Sport 希望值很高 希望把自己对体育 商业和成绩的热情融合在一起 当你说你专注于运动员时 体育就可以很好地爱与人生 他说我们认为在和运动员的交流 片排塑造 以及信息传递中 我们在用心与运动员进行深度交流 完全不想法 也认为在和运动员上 我认为在和运动员上 但是我认为在和运动员上